尖雄加无巨应该怎么用 大家好,我是马晓曹 自从尖雄被削弱之后 很多人用起了无巨 那最为典型的就是张辽,王源之,曹操 张辽做主将,带上树山池里鬼神 曹操,王源之用火爆器,铁池巨石,风石阵,当风 这种配置强度还是可以的 经常能看到多穿的战报 但用下来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首先,张辽主将非常怕畸形阵 现在很多枪兵都带畸形阵 碰到的话,大概率凉凉 另外呢,风石阵被占用了 像我们常用的太尉盾,张角的盾,甚至无枪 都要用到风石阵,这就不能共存了 最后还有一个当风的问题 因为王源之行动的时候 他是让张辽先出手,打复弓 然后才轮到自己出手 那如果王源之带当风 当风会在张辽一次弓之后才打出去 会浪费很多输出 那就要让曹操带 但曹操带的话必须要移速 这就要牺牲很多属性点加速度了 乱石金雄的效果就要差很多了 所以这种配置还是稍微有点瑕疵的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种配置的聊机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 队伍配置是这样的 让曹操做主将,张辽做副将 这个号也是非常欧皇了 同时拥有了金雄加无巨 我们先来看一些战报 有不少多穿的 还有一些和强队打的 这个队伍用下来感觉强度还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曹操带了八门金锁镇和当风 这样他有三回合的先手 能保证他第一个出手打当风 另外配上铁骑巨石的滞后效果 在遇到只有一层先攻的队伍面前 曹操也能第一个出手 这样先手当风的目的是达到了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曹操的属性是全智力加点 不用加任何速度 那我们就保证了他在绝对先手的前提下 乱式坚雄和骑阵相声的效果也最大化了 非常舒服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点 就是他当风的伤害 经常在战报里看到一个当风打2000多 非常夸张 所以这个队伍看下来 不仅畸形阵和风死阵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当风也算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不用浪费属性点 当然了 这个队伍的伤害肯定是不如用风死阵的 不仅差了风死阵的增伤 还有一个鬼神主将剂的效果 但总体来说 这个队伍这么配啊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观察了大半个月了 这个号周战功能打出170万 非常夸张了 虽然这个号是尖雄加无拒 但我觉得你是单无剧 甚至是单尖雄都可以尝试一下 毕竟现在带脚械的队伍啊 没以前那么多了 第一第二队 七一色的SP关羽 还有很多用风死阵的 这个队伍啊 应该是可以随便打的 好的 那这一次队伍分享 差不多就是以上这些了 如果你想看更多游戏视频 记得关注我 我是马小超 我们下期见